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U20亚洲杯的比赛情况 那么今天晚上中国队所在的D组 也就是最后一个小组的所有比赛已经是结束了 日本队是2比1击败了沙特队 而中国队则与1比1与吉尔吉斯坦队占平 那么随着这两场比赛同时结束 整个亚洲杯的8球也全部诞生 8球的对阵形式也已经是正式出入了 第一场比赛的话将是伊朗对阵伊拉克的一场西亚 之争第二场比赛将是东道主乌兹别克斯坦队 面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那么下半区的话将会由日本队与同组当中 另外一支出现的约旦队进行对抗 而中国队的对手也正式出入将会是C组第一的韩国队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 尤其目前韩国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 小组赛进球最多的球队 他们的攻击火力估计会让中国队的后防线经受非常大的考验 我相信中国队能够进入到此次亚洲杯的八强 的确是赛前很多球迷没有能够想到的 因为在这项比赛的赛场之上 我们已经连续此前连续五届比赛 没有能够杀到过淘汰赛了 尽管说我们在1984年的时候 曾经拿到过亚青赛的冠军 但是时至今日中国青年度的建设水平可以说是与日俱下 导致我们的青年度成绩是比较差的 在本届比赛之前的上一届比赛 中国队甚至都没有能够进入到U20亚洲杯决赛圈的比赛 我们在预选赛就被淘汰出局了 而在之前的三届比赛我们全部都是小组赛出局 所以说这次能够打进淘汰赛也算是近十几年以来 中国难度在这项赛事上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而且这次的晋级绝对是含金量十足 因为在我们这个小组当中拥有两支冠军的热门球队 分别是小组第一出现的日本队 以及被我们挤掉的沙特队 沙特队是本次比赛的未免冠军 上一届亚青赛的冠军 所以说中国队能够从这个小组当中完成出现 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值得嘉奖的事情 那中国队能够出现其实最大的功臣 还是上一场比赛2比0打赢沙特队的那场比赛 这场比赛成为了中国队晋级的关键之战 也让中国队把晋级的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那么这场与这个吉尔吉斯斯坦的比赛 说实话比赛的过程可能比大家预想的要更加的艰难 中国队多多少少还是背上了一些想赢怕输的包袱 所以说中国队整体的发挥反击的效率 并不像上一场打沙特队那样那么的有成果 不过好在最终的一个平局 也是让中国队能够去拿到此次比赛的淘汰赛的入场券 这个才是最为重要的 那接下来的我们的对手将会是韩国队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愉悦的对手啊 但是我觉得连未免冠军我们都可以战胜 那么打赢韩国队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而中韩两队在历史上也是一对冤家 中国打韩国每次都能够吊起球迷的足够的胃口啊 希望中国的小伙子们能够在淘汰赛里边继续加油吧 如果真的能够战胜韩国队那中国队将会获得今年7月份参加印尼U20世界杯的比赛资格 那这个比赛我们已经20多年没有去过了 所以说这个对于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来说将会是一次极大的鼓舞 希望中国队啊这批年轻的队员能够再接再厉争取在面对韩国队的比赛当中再次展现出极高的竞技水平